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谷渡西安 女士们正在收看的是全国首当武术竞技类大型节目 中国真功夫 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 大家好 我叫蓝老生来自中国 这是对手是IG 阿尔木塔兹 嘿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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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Motaz 我是Egyptian游戏 我和外国选手对战过 他们数字好 选法好 照顾 宝贝 我会给你 我非常有信心打败他 阿尔木塔兹 加油 阿尔木塔兹 我在中国真功夫 在他等你 首先将要出场的是参加 男子60公斤级中外对抗赛的 来自埃及的阿拉伯冠军 阿尔木塔兹 来自埃及的穆塔兹 同开的教练员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习程 下面观众朋友们将看到这一场 中国对埃及的比赛好赛 东方选手是中国三大队的蓝友生 而迎方出来的埃及是阿尔木塔兹 这个蓝友生也是广西三大队的移民队员 对 蓝友生这名运动员 特点也是非常明确 他确实拼我精神非常强 而这个蓝友生呢 这还是个反价的选手 对 左撇子 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阿尔木塔兹 第一回他的比赛 你看他的拳马还是很好 对 打得非常慢 刚才踩油齐全 打得还是非常的纯 埃及的选手 他的这种出拳节奏 蓝友生没有见过 对 没有见过 他们还没有适应过 没有适应过的 但是蓝友生不能乱 这一局 哎呦呦 你看 其实这个出腿有点可惜了 就是说不够稳定 不够稳 这个虽然蓝友生倒地 但是这个埃及拳也倒地了 这个两分就没有得到 对 是的 如果这个埃及拳 漂亮一个千百拳 如果埃及拳很轻易的 刚才那高早给上高 我只要接着一条 这拳就倒了 他没这种能力和意志 蓝友生还是要控制好节奏 打出动作质量 不能乱 多抓抓 可以说 哎 漂亮 你看这个跳在风景 对 这典型的三感就是 哇 因为呢 国外运动人 他这个冰腿和拳法很多 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破解他 我们能不能使用一些直径技术 如果侧方腿正针腿 有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一个巨大效果 刚才蓝友生想利用一个转身的边拳 对方又 你意识到了 哎呦 差一点点 第一回看到 刚才呢 通过第一回的比赛可以看到 今天这蓝友生 刚才第一回这两分钟呢 前一分钟他是在适应这一分钟 对 过了一分钟之后开始发力了 开始发力了 嗯 蓝友生的第一局上半截是有点软 嗯 然后呢 对方呢 是非常积极组织的 啊 当时后半局呢 他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也打出了一定的纪念和效果 我相信第二局他 经过我们国家队队教练 像队队 直到以后呢 可能会有更好的一分钟 我想在这个第二回的比赛 蓝友生还要把 罗传打的一个 又有个技术 超他这个客带血了 对 那如果对方如果 喜欢气队 可以做一些戒指摔的动 对 对 而且呢 对方呢 你看就从第一局来看 嗯 强法挺多 然后呢 冰腿高冰腿很多 其实高冰腿也是很容易接的 嗯 蓝友生呢 是一个左撇子的运动 埃及这个选手呢 这个阵架 嗯 蓝友生是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对 适当控制一下 接受该进就要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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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身体病点 带一带他 哎 蓝友这个手放下来就不对了 漂亮 这一团打得不错 质量很高 哎 就要这样控制节奏 你看他如果用直进动作堵 现在蓝友生堵也有 你看 哎 漂亮 这个车帅吧 对吧 对吧 所以他呢 对方呢 就像你看 就像一打拳为主 你一定要多有这个直进去 刚才蓝友生 是一个下潜 准备下潜一个 我说过肩摔的 但一看地方 这 量挺挺大 重心压量很低 不好摔就放下了 其实蓝友生这样抱的话 我再漂亮 哎 这个 这个动作 他其实把握对方的这个 手臂把握得非常好 这个下肩摔都漂亮 哎 说呢 蓝友生他其实 他这个 呃 摔法和拳法是比较多多的 包括他的直进动作也 就是说运用的也相当不错 在这个比赛中一定要 因为老外 就是说我们这个 呃 埃及的选手 他是拳法和兵力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想一些 破他的一些招数 漂亮 再没有 就很漂亮 漂亮 所以这个就打出蓝友生 蓝友生在这一方 你一定要多多 你看 因为对方喜欢打拳 你打拳打你的拳 我用我的腿就行了 所以我们说在第二回 你还记得你今天就是 我在第二回的比赛 只要蓝友生 把你的摔法指出来 对 利用收在嘴 对 果然如此在第二回 对 他就全都运用上 对 所以呢 三打里面他有相生相克的 对 不是说你一传打在门 我就给你控制住了 你看拳拳拳 多漂亮 对 不不你拽了他就不敢进来了 对 夹地摔看 过肩 哇 所以蓝友生 你一定有 拳拳的话 蓝友生还真不占有 因为对方比赛高 对 对 对方身高必长 身高必长 你真不拳拳拳拳 他也 蓝友生真不占有 对 你看看 你刚才听到我们张总教练说 直接转 啊 其实直接转是对的 哎 你跟人家缓什么呢 你跟人家缓 人家有可能就出腿了 你直接转上 嗯 你看 这个爱情百拳打不着 接着就是一个 对 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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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蓝友生 他如果打拳拳之前 他可以用个续换动作 我可以用一个假动作 对 我要用拳拳 哎 我再去一个 一个连贯拳的拳拳 拳拳拳 拳拳拳 或者他可以用拳法去诱打 我先做一个制强 哎 然后我再紧跟这个拳拳 这样呢 有可能打得更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节奏也就是说 在这样不变化中打出来 漂亮 这才是散打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比赛 当中 展现出来 嗯 这是一种战术的安排 技巧的展示 有了 拉起来 哎 拉起来 对的 嗯 二次发力 二次发力 对 对 对 因为我第一次没有 我第二次还可以 对 因为这动作是允许变化的 嗯 现在埃及相对的摔摩了 嗯 就不知道怎么打 哎 再往回带就有 哎 你看对吧 漂亮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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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 2号裁判 红方19分 蓝方13分 3号裁判 红方19分 蓝方14分 恭喜红方 蓝友诚 但是也要谢谢我们这位远道而来 一物回忧的IG朋友们的S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 让我们有请出 北京诺多纯美生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 宝清女士 来为我们颁出诺多纯美杯 作为中国真功夫新生代三大小将 蓝友生用最凶猛的拳腿技术 在中外大战的擂台上 紧情地释放自己 虽然没能KO对手 但他依然为自己自豪 对自己来说 这场比赛打 哪分10分打得9分吧 有个很好的比赛 有个很好的比赛 对啊 三打磨练了 我的表现比赛还好 国外的说法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三打的优势 体现出来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全国首档武术竞技类大型节目 中国真功夫 那么接下来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 红星如夜杯 男子60公斤级半决赛的对决 我是来自武警的焦道伯 大家好 我是孔弘兴 因为前队时间刚比完赛 然后没有系统的训练 这段时间主要针对我 恢复性训练 这次我的对手 是无准的焦道伯 我本次的对手是孔弘兴 他的主要 他份重的就是摔法比较好 我和他打主要是 压制性打法 我已经赢过他两次了 这次对阵他 我非常有自信 虽然他实力很强 我一定会打败他 我交道伯 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拳锋 我在河南队已经六年了 在这六年里 我训练非常刻苦 我从众多的顶尖高手 磨练出来 非常艰难 正因为如此 我要更坚定地走下去 我是孔弘兴 我准备好 我会让大家 大家在正宫范的列台上记住我 我是焦道伯 我先要请出的是 来自同方的武警英雄 萧道伯 萧道伯 2015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是武警的焦道伯 蓝方 韩国 任川亚运会的六十公斤级冠军 河南队的 孔弘兴 实际这两个人 在这个冠军赛里 交出了 在那个 今年2015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六十公斤级比赛里面 蓝方选手 孔弘兴获得冠军 而他的对手 焦道伯是获得了第三名 是的 他们两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老对手 当时呢 作为孔弘兴这个运动员呢 他是 有多年获得的 全国冠军的这个经历 而且还是亚运会冠军 对啊 他这个大赛经营是非常兴奋的 他们这种开局 观众朋友们都觉得 双方你从从出拳出腿的 这个打击的力度 并不是很 就说明他们 彼此间太熟 是的 因为呢 他们第一局比赛 虽然说是他们 非常熟悉 当时呢 运动员指定呢 都有一个试探 哎 有可能成三次比赛 经过这次比赛 有一个也是有短时间 哎 你看这几个都厉害了 对吧 嗯 由于我们这个 中国珍珠公布 伍斯坦达这个 中霸赛 采用的是 得分准 刚才像他那个 一腿 那是有分数的 是的 对 有几分 在我们离开里面 有三分 两分 一分的确认 是的 哎呦 刚才其实 交到博踢了 几腿 几腿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对嗯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上弓 实际上打到 对方的躯干上 也是要得益 呃 现在按照我们 最新的规则 就是用拳法 击中头部 对 如果是击中 躯干 那拳法是不能 我是这样的 对 我们只能说是在 头部去打 对 嗯 好 像这种推法 哎 这就得分了 这就得分了 你看他有速度 有力度 而且有声音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得分标准 哦 这个又是很强 对 你像这种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上弓 实际上打到 对方的躯干上 也是要得益 呃 现在按照我们 最新的规则 就是用拳法 击中头部 对 如果是击中躯干 那拳法是不能 不能 我是这样的 对 只能说是在 头部去打 才能得分 对 嗯 像这种推法 这就得分了 这就得分了 你看他有速度 有力度 而且有声音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得分标准 哦 这就又是很强 通过这个 中国真功术的 不如散打的 这种对接 在这个天方地缘的 脸带上较亮 使我们也看到 中国武术散打的 这种原先的东西 因为这班旁 现在看比较多 就是什么 自由波击 对吧 认为 这是对抗性 要这个 强度 技术 为了运动员 有更好的体能 在这两分钟之内 去展现 这场上裁判 庞飞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 多个比赛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双方 虽然你来我我 但是你太熟悉了 对 他们从2013年 就交手过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对 贯金始终都是 蓝方选手 孔星 而这个 对于 洪章选手 抓到不来说 这场比赛 可以说 这是四头的机会 虽然也是一个开放比赛 但是这是在有灯光 和有观众 那还是呢 这种电视节目的比赛 和你打紧胶才选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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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哎 哎呦 哎呦 漂亮 漂亮 刚才那个 鸿星的后果是对 对 鸿星呢 通过这几年比赛的观察 他呢 都是有一个慢乐型 比如说他第一局 他一般情况下 他都会去试探 哎 一旦 摸紧你的路数 哎 你看他现在就 非常积极 主动 而且他在比赛里面 也是 你气筛 你像他打猫拳数 对 就 自己要大 哎 哎 因为呢 这种呢 这种这个骂痕啊 其实我们在运营中 也是独立运动员的 因为运动员的霸气 其实就是这开始 在比赛里面 我们也看到 今天这个恐怖 刚才一个 下钩 一个一个上钩拳的动作 是吧 这是一个斜线 漂亮 要漂亮 要漂亮 因为他这个反架的选手 对 对 左脚子 刚才打了一个交叉嘛 特别漂亮 哎呦 一个高腿 但是没出击 哎 好的 从第二回的比赛里面 从比赛的节奏 包括打击力度和低飞是完整的 哎 就是说 反正发发生了 呃 顺境吧 应该是我感觉是在顺境 一下子结束 第二局上来 马上是 哦 拳打脚踢 哎 哎 结束非常快 你看 这种三大里面 双方打近战的时候 更多利用一种上钩拳 对 哦 其实运动员这个战术 还是运用对的 哎 我们三打讲究远踢 近打 因为近打呢 你踢腿 你肯定是呃 如果选择腿法 肯定是错误的 所以他只能选择 拳法 对 你推法 你是没法上头 对 而且又不允许 吸击和肘肌动作 对 打这种近战 只能利用一种 我们说的上钩拳 平革拳的动作 是的 哇呀 这局 其实这局对他们来说 这个体能消耗 也是很厉害的 拽法呢 是最好体能的 我们如果两个人 抱在一起 摔 可能把他摔倒了 但是呢 呃 你可能是为了 很大的这个体能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的比赛 虽然这个中国真功后也是得分子 但是这个规格和那个真正的呃全欧五兽三哪 冠军赛和紧张飞所不同 那个是三级两兽 对 而这个是这个 达马 对达马达马三级 是这个分出这种累加的 对 其实呢 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来说 就是说 你这个 比如他们两个是冠冠冠冠冠冠水平 其实他们水平都是很接近的 哎 只要 我虽然说是同学冠冠冠 当时要在 胜利中 哎 哎 哎 刚才全买全 对 对 对 交道会一个练剑 哎 不管哪一番 你只要在这个比赛中稍有胸肤 哎 漂亮 非常漂亮一个借腿摔 哎 又下泪 又下泪 哎 哎 哎 接腿摔倒地 这是 下泪 又下泪 又两分 按道理说 应该是要得三分吧 是吧 嗯 得三分了 因为对方倒地嘛 哎 这得一分 然后你又下泪 哎 又两分 这样才实际上 刚才那一个军冠冠冠 就扔了三分 所以他们这个比赛啊 其实 选业很大 啊 虽然说一冠军 一比二 哎 有可能 一不小心 有可能 顺度就马上清选 一样 你看这种近战 一推开 马上就联机 联机权 但是他这种 三级比较多 一二 他没有 要如果用了三四 就更好了 对 就在组合 再加强一点点 是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中国风 中国中风货 我们也看到 这是全国在 这个级阶当中 属于前三名的神 对 你就看他们的冲车来的力量 是不是 现在是强调一个打击的力量 但是在巧合活的上呢 我觉得还是缺少一种变化 对 就过你 你讲的非常对 我觉得啊 因为运动员 我们从这一局看 他其实都在冲转 你如果稍微 有方运动员 稍微做些 有种变化 我用一些执行动作 用它 中阵跟腿 侧端跟腿 我有可能打出 更好的效果 你像刚才恐龙星 对方连得了 就是一个三分动作 是你现在可以用转身动作 对不对 对方停下 你可以用一些转身动作 尤其在比分落后期 要敢于 大展运用 高分动作 更好看 对 我们通过今天这个 这场比赛吧 就是男子60公斤级的 一场半决赛来看 这个孔鸿星和这个焦道波 我们看 虽然这场比赛 是双方拼的一场 但是我觉得 他们只是在一个拼子上 下劲了 对 我已经赢过他两次了 这次 这场比赛 我虽然 有 中国真功夫 60公斤级 一号裁判 红方 18分 蓝方 17分 二号裁判员 红方 十九分 蓝方 十八分 三号裁判员 红方 十九分 蓝方 十六分 红方 十九分 一号裁判员 十九分 限定 四分 二号 二号 三号 两号 三号 一号 下 三号 一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对今天的发挥很不满意 打赏就那样嘛 就我们俩都入屏拿着 就虽然得到差不多 就让人俩比较差的也要不多 输了也很好 能让我找到自己的缺点 将要出场的是来自我们红方的选手 选自江西代表队 有请我们的拼命三郎万人归 万人归走上擂台之前 跟他的师父完成了一个忠实的抱拳仪式 万人归有着拼命三郎之城 因为这是他第三次登上中国真功夫的内海 前两次他的顽强平博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欢迎你拼命三郎 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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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福祥防守做得很好 所以呢这个动作就瓦解掉 你像虽然万人贵 在你对方齐晨 还没有准备气的 一瞬间我就一下子吞抱腿 是的 那种我们说下腿就抱腿 删着这种 从这边才看到 他的摔法非常出众 对 而且防摔意识非常好 防摔的很好 他那个万人贵还有个特点 他就是说力量素质非常大 那你看他这个 整个的身体体型 这个特别流畅 这个肌肉也是非常发达 这两位选手是非常相克的 对 你看 这一个山转 对 刚才其实万人贵过了一个 躲闪动作 一个躲闪动作 非常精彩 嗯 照福祥就翻过去了 这种精彩是反映在 一个反应速度和移动速度上 对 对吧 在对方打了一瞬间 我突然一个躲闪 然后下你一个 对 所以运动人比赛中 运动人在比赛中 灵活性 非常重要 嗯 今天啊 这个万人贵 在60公斤的第一个比赛里面 就把中国的散打的摔发演绎 对 非常精彩 对 是的 嗯 它能起到一种 就是说三下结合的这种效果 你看对吧 一打拳刚好 你看 对方摆一个打空中 指甲一个过肩帅 把枪帅直立一个超级过肩帅 突然太漂亮了 像这样的一些动作呢 我们在运动中呢 也是非常鼓励运动员去做 因为那散打 你不能两个人就说 你拼拳我也拼拳 你拼拳我偏用腿 他刚才那个摔发 就是典型的散打一个建议 对 真的 非常巧 非常巧 这他叫一挑战 做凭 经验 凭技术 这个时候倒不像抓的 万人贵呢 他万人贵呢 他万人贵是拼命三篮 如果在拼命的同时 然后呢 再用一些智慧 他有可能更加完善 你看他动作速度很快 功力很大 今年的中国征服 这个60公斤 就是等于算是四强 你看万人贵 是获得了 今年的冠军赛的第三名 对 那么今天晚上 谁能够获胜 将和焦乐波争夺冠冠军 对 其实呢 作为情商品的运动员 他实力真是非常贴近 比赛的时候 跟中国人贵 你都要把心态要摆正 如果你一着急 或者一紧张 有可能发挥不出 你原来的那种水平 那么观众朋友 在收看我们中国征服的时候 他那个得分是一个加分的 对 加分 低腿 比如说你低腿一分 对 而且这腿并在低大腿 低小腿还没分数 对 大腿 躯干和头部 对 而这个拳法呢 只能打透分数 如果打气账 也没分数 也没分数 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拳法 对得分上 我还觉得有点伤脆的 让我二十几分 是吧 很容易让对我挑的 但是呢 不能做一种 计分的一种标准 对 刚才呢 呃 赵福祥呢 用了个摔法啊 非常漂亮吧 那个其实也有点借力 把那个万伦队给摔倒 其实赵福祥运动员呢 这个运动员呢 他摔法技术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也是非常棒的 刚才双方都用了一个这个后摆拳的力量 哇 是很大的 哦 这一块你看 对 这一块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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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太快了 哎 这个是躲闪的过程中直接往下面 对 这个呢就就就是说打出这个散打的这种相生相克的这个人 我们经常讲的比如说 你看这慢动作啊 借了一个 这个借了 刚好是你看 一个大摆拳我一下登 一借了一摔 刚才万人队还打了一个滚 其实我们在训练中啊 要是运动员不能这样摔脚就摔脚别打滚 刚才万人队就差一点滚下去了 都滚下去了 又丢了两个 那么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我想在第三个步骤不在乎 完全就要想一想 那么在最后两分钟 你是怎么用一些高分的动作 就是我要有两个 我得六分 我一下子翻回 摔对手是多两分 但你摔不好的话 你还试分呢 我相信作为运动员 他应该知道自己在现在的处境 现在的胜质比分他肯定很清楚 所以呢在第三局其实是一个关键 改变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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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会传战 万人队如果再往里面挤 少朋友有可能下台 因为他重心已经失去了 这是一个刚才利用一个 国队的耗烧水得利分 替对方的拿起了得利分 其实像这种摔牌呢是很难摔的 因为呢你看我们是足鼎力 你想搬到人家是困难的 所以呢在最关键的这一局 一定要多做动作 多做有效动作 这就是拼命三郎的大法 到第三回合你看 他左右手的支拳是吧 这和前两回合 前两回合以摔法为主多分 到第三回合就是左右手的支拳 所以呢在这一局 关键还是确实要多打拳上腿 你光打拳人家在反你头啊 对吧 你看对方都在反着这个头 你如果拳打了再上腿 你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对 而且我们说你现在赶紧过后 你可以转身一下 对吧 没听口令 没听口令 被警告了 所以说拼命三郎 说拼命三郎 一定要还要动一些小智慧 还要听裁判的口令 这个也很重要的 在第三回合了 虽然战术有所变好 但是这种打法还是不做手 因为比方和我一票 总是这样做出来 你看这方要反应 你看要是反应 对 这种情况万人贵 肯定是在劣势的位置上面 他如果打弹 再踢腿有可能能得分 因为呢他现在比分不如这个 应该说在实力上看 赵虎强更强一点 赵虎强他现在可以稳扎稳打 对啊 对吧 但作为万人贵你不行 你要想办法破大比分 他现在在第三回合 就是目的想Q这种 对 要不然他知道我 我就分不了盘 但这种机会 不要说 没办法破大比 好 他也想办法破大比 他会想办法破大比 好 来 赵虎强 他会想办法破大比 好 他会想办法破大比 好 对 他会想办法破大比 他会想办法破大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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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道伯和那恐怖星 刺刀剑虎 第一回合伤就劈起来了 对 而今天你看 他现在对赵福祥就不一样了 对 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稳 是 这可能也是第一局 试探性的这种打法 一个摔法 非常漂亮 这也说明 就是赵道伯的教练 朱中华 对于赵福祥的这种打法 研究得非常恐怖 研究性 因为呢 作为教练 他就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了解对手 包括运动员 教练员 我们都要自比自己 才更好的去自顶战士 就是他这种控制 距离和节奏 现在你看 蓝王选手 这个赵福祥也不在 自己是自己失误 失误 掉泪了 掉泪了 掉泪了一代丢两分 丢两分 是吧 其实这个比赛 我觉得 有一定的就是赵福祥为什么一直往后退 一个摔 这是赵福祥一个下屁腿被这个焦老伯一个接底摔 因为赵福祥本来也是一个拼搏精神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呢 他是上一场比赛中的这个美股 打开了一点 现在呢 还沾上胶布 我觉得这个对他这个进攻可能有点的影响 现在就感觉就是相对比较无论 嗯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说 呃 从开始 新队员能打猛拼的那种 来过渡到呃 他现在这种状态也是需要这个时间 这个实力抓得非常好 焦老伯 焦老伯你看现在在拳上他还是 应该说还是比较主动 那么我们想这是一个摔 这是一个真功 被这个焦老伯是 预判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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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接底摔没有成功 没有拳多把地了 没有多分 但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后选 因为赵老伯是个反价子 对 呃 下一步整个去做 嗯 哎 如果我现在确实是优势很多 有占很大的比分 我可以 哎 打迂回 哎 然后呢 哎 一拳很重很重 因为你想想 如果打这种控制距离 第一个焦老伯比这个焦老伯要高 对 是吧 我们说一寸长一寸长 在这种距离控制上 你要还要打这中远就肯定可以 我打 近距离的 要拼他 变得要怕那焦老伯偷的那个后逻拳 那这个 这时候我就讲 是不是能换一种插入方式 我突然变换一种 我 用一些转身的 对 我抢分 对 如果不再也不抢分 你包打 是的 因为呢 呃 如果在比分 呃 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 你如果靠一点两点 那也是蛮难的 好像追上去蛮难 你现在想办法要抓住 这个高分动作 比如说转身啊 夏丽亚 这些接力啊 咱们就要想一个我们说叫上一个管理 你知道吧 咱们没有成功 呃 比赛局看 呃 教练的主导后 看上次看会不会有什么病患 因为呢 我觉得赵富翔 他原来那种完全拼搏 像像上一场比赛 他跟万人贵 拼得非常积极 对 并且拿下万人贵 哦 当时这一场比赛呢 我觉得在这个状态方面 好像是确实有一点点影响 就没有发挥出他自己本能最好的水平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陕西卫视中国军工部 武术三角争霸赛 男子六十公斤级的这个决赛 红方是武警的焦道伯 蓝方是来自北体大的赵富翔 对赵富翔是安徽级的 前个反击 我们有听到这个张跟鞋总教练 在说赵富翔方开打方开打 你这肯定不行了 我们感觉是 对 因为你第一回合的 是不是太多 是不是太多 因为呢 我觉得赵富翔为什么现在 就是张学 哇有的看不到转身后衔币 他知道要用这种高杆度的动作 因为这个转身后衔币 包括转身后衔币 只要打个对手 你都算了 对 对 当时呢 这 呃 从这一场比赛来看 呃 赵富翔相对是被动 呃 被动的我都说 他的主要有点 还是跟这个营角的这个 呃 伤口的游动关系 因为他想 怕对方再次打了 对 对 对 而且我想 他也知道焦造部队拳打的力 对 所以呢 所以你看他一直 往后躲 等来像赵富翔 一玩这种打法 他是要追着你的 他也不会一直追求 下 又一次下 下 下 又是两次又是两次 所以他今天比赛在学队当中掉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比 从这场比赛来看 我觉得 呃 焦道普 一直在有主动力 你看他一直是盯着对方 但是在第三回的比赛当中 他用这种高端动动 你看刚才转身后衔币 这是三分钟的 呃 然后呢 呃 焦道伯呢 抓这个下情机会 我觉得今天这个决赛非常有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说双方的具体控制节奏控制 第二个看点 敢于用一些摔 看 这样子就摔了 这样子就摔了 成功了 对 其实这个比赛打的很聪明 我觉得 呃 运动员一定要控制定的节奏 好 那么第三个看点就是在比方落下来 南方选手 赵福 想在第三回合 我用一些转身的 对 转身后衔币 也好转身后衔币 都用了 包括转身边前 对 是吧 是的 这顺便是 在比方落下来 敢于变化 对 对 对 不管成功与谷 如果成功 有可能你就就拿下 因为这种动作 刹判力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击中的话 有可能就不有力 中国真功部武术散打争霸赛 男子六十公斤级决赛的成绩是 一号裁判员 红方十九分 蓝方十六分 二号裁判员 红方十八分 蓝方十五分 三号裁判员 红方十九分 蓝方十六分 恭喜红方 焦道伯 接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 荣世饮品副总经理 杨剑 为我们翻出 荣世饮品杯 男子六十公斤级 冠亚军奖杯 有请 这是一个残酷的战场 这里也是一个梦想起飞的舞台 三大新人焦道伯 在这里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 新的完美转身 国际战场 简直着他们拼搏的骄傲 时间终将证明一切 他新马当着有一个急 为什么 反正 手不抬 当着在上面拔了 还没有对一场放松 对一场太急了 今天比较遍的不是很好 对 今天可能 有所顾忌吧 对已经少了好几个 今天他第一次死了 后面都一直被我碰面 最后一直在压倒过来 我只是想打哈梦一场比赛 下期节目 祝国真功夫将迎来新的高潮 真功夫名将张坤登上位台 迎接众多新生代高潮的挑战 前一次 前击 站出来 下期节目 最长的 wand